吉隆坡伊斯兰寄宿学校凌晨传出火警 因为窗户装有栅栏和出口被堵塞导致灾情严重 我在现场现在可以看到是大火已经成功被扑灭 在这起意外当中造成21名学生以及两名宗教司 因为来不及逃跑而往生 另外有11人成功逃跑 联邦直辖区部长邓姑安南早前向媒体表示 随着意外的发生之后呢 政府将会要求吉隆坡市政府重新检视 所有私立的宗教学校的安全防火逃生措施 雪隆则继志工接获消息到灾区了解 随后前往吉隆坡中央医院慰问家属 在关怀的当中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妈妈 她们是印尼人 妈妈就很担心 因为她是外国印尼人 所以需要付一些医药费 所以可能这个我们就后续呢 后续我们会再以个案来处理 协助她的医药费这样子 志工跨越宗教第一时间给予家属关怀 用爱陪伴度过艰难时刻 带新闻黄兆峰林延军马来西亚报导 实际